今天又到了周末礼拜六了 下午刚刚上了 陈同学Google Meet的课程 非常不错 探讨了一篇 据说看起来是越南的一个学者 写的一个有关于 睡眠 记录 这个有关机器学习跟深度学习有关的一个 相关的研究 当然也是我们熟悉的议题啦 探讨这类的议题很久了 标题是 automatic sleeping state Sleep staging of EEG signals 这个 EEG 应该是脑电图之类的讯号 冒号之后是 Recent development Challenges and future directions 最近的发展 挑战跟未来的方向 这个内容 蛮有趣的 我们探讨了大概整篇 重点要点探讨完了非常非常有收获 那我们马上进到 今天的防疫生活就不讲了因为主要的 时间 重点今天一整天的重点就是这个课程 我说有上到课 探讨到英文我都很高兴啦 上这个课不错 那昨天 有上一个小时的 课程的 同学 好像是 陈同学也 另外招了一个句子来询问 他这样写 恰不恰当 探讨了一个句子 我也当场回答他了 表示有上课 有练习 都会有进步 这样子 好 那昨天这个我 答复 现役的 陈同学的一个国军还有旧吗 的这篇 小的一个单元 只有10分钟多一点 11分钟 获得广大的好评 有一个 好像没有出现过的新的同学他讲 Roger Chan 他讲 很多人会觉得无论国军再怎么烂 都不应该批评 因为这些人 认为一旦台湾有战事发生 国军就是保家卫国的力量 认为国人都应该亲爱国军 信军爱军 可是就如同你讲的我也服过兵役 实在对国军敬奏不起来 那这个Roger Chan讲的这些人不外乎是 属于老一辈的 什么是老一辈的 因为 我这个年纪以上 我是到大学二年级 官校二年级才解研的 我历经过 戒严时期大家 太习惯封建制度跟这种 类似共产集权 因为戒严就是一种类共产集权 的制度大家太习惯了 所以这种 很多人应该是 五十五岁六 五十六岁以上一路到 准备做股的这一类的人 他们 一戒严反而觉得 生活没重心了 他们太习惯 有点像 清朝都灭亡了 大家还看到 宫廷里面被逐出的太监 被逐出的宫女 宫中的大臣看到还要打工作医了 张公公进来可好 还要按照 宫廷那一套 他才习惯 他认为说 皇帝溥仪 还是再会重新登基的 大家慢慢等 他不习惯 没有 王室 大清帝国不在的那种生活 他们过不习惯 这些人也是一样 解研都那么久了 虽然对一个民主国家来讲 解研 我大学二年级应该是 大概75年76年那个时候 解研到现在 30 40年30多年 大家认为对一个民主成熟的国家来讲 只是 很短暂的时间 但我们忘群不了 认为国军不能批评 因为一批评在以前是要枪毙的 你越 禁军爱民表现得越积极 跟北韩一样 金正恩领导出来了 大家鼓掌 这样子 就表示越中党爱国 他们这种 这种习惯去除不掉 这一辈的人是要被历史的洪流唾弃的 所以目前只有几个国家会有这种现象 国军不能批评 第一个北韩 你批评就被炮决 第二个当然是老共 谁敢批评解放军 这样子 你不要讲解放军 连武警你都不敢批评 连城管那种民防大队你都不敢动 否则他到你家去 把你家门盯起来 让你出不来 这样子 所以 表示我们有一批 老一辈的 宫廷文化的这些人都已经民国创立了 还在过清朝的生活 所以 才不容易 转变 不能批评国军 那这这类的人现在 大概就是老邱 霍守夜这些人 我们还活在 八旗律营 不会进步原因在这里 这是我个人的感想 那只要是民主国家 你 既然国防预算 占了我们GDP的3%也好 不到3%也好 是我们纳税义务人的权 我们就要监督啊 当然是这样子啊 有点像NBA季后赛也好 总冠军赛也好 球迷买门票 去球场 他当然有 罵裁判 罵教练 不管主场客场 罵球员的这种 权利嘛 这是一定的 这叫民主机制嘛 你不会因为说你是 明星球员 你跑去跟 球迷对骂 不可能 不可能有这种事 球迷是你的衣食父母 所以这个道理也一样 国军再怎么伟大在民主国家 我们就要监督他 那你去光靠那个立法委员 立法委员 军事外交委员会 国防外交委员会没有几个 是真正懂军事的 这也是我们国家的悲哀啦 所以我们当然要跳出来替立法委员 补足他们 不足的那个专业不足的部分吧 这样子所以应该要批评 一旦发生战事才有战令 否则以我在美国华府的时候 我们是被美军判定 被美方判定 没有自我防卫的决心 到了现在 不但是没有自我防卫的决心是你想防卫也没战力 没战力啊这样子 所以我们已经到这种地步了 你还指望老邱这批 货首业这批人 这批恐龙化石能够 让我们变成有战力吗 他没有给你搞回石器时代就不错了 所以我们这些还稍微懂一点军事的人 当然要挑出来监督啊 因为没有人监督了吧 有人监督怎么会 前面我讲的 一大堆弊案 一大堆军纪案件 前一阵子刘志斌还震怒了 你震怒个屁啊 你那个恶任子 不出事才怪 我已经讲过刘志斌那个 任头任脑带衰的样子 不出事才怪 我不要再去做恶意批评 那如果不监督 大家都不监督 台海有战事发生 国军战力就是零 他怎么保卫你 他难道 用吃枪梳去保卫你吗 哈哈哈 我都有点怀疑是因为 先要编列一笔 前一阵子有好几亿的 更换修赤刀的钱 所以才规定要吃枪梳 军方是盗得完 以前我们讲说 为什么当军人 所谓的募兵制的时候 大家都发大财 原因是因为你如果是新训单位 像那种关东桥那种鸟单位的 继训的新训单位的兵一大堆 他只要规定说好 我明天检查皮鞋 大家就要去买鞋油 他跟俊永平的老板 是三七分账 因为他规定什么 兵就要出去买什么 班长就带出去买 因为检查没有你就惨就被禁足 兵什么都不怕就怕被禁足 因为禁足会兵变 这样子 他女朋友会跑 所以我碰过以前我们的 学长 五十四级的 五十五级五十六级的 当连长 只要在新训单位 每个都发财了 跑出去跟 营区外面的军用品行也好 各种行也好 两个三七分账 我规定要买什么 先跟老板讲 我们最近规定要买新的 草席 你多进点草席 然后卖多一点给兵 那个老板经得很 草席他进货可能五十块 他卖你一百块你还非买不可 兵赶快买 因为不买 你就会被禁足 那为什么要买草席 连长规定 检查草席 每个人都要有 就要买了 那全身上下有多少东西要规定 草席拿来马格果斯 跟老邱讲的差不多了 所以 大家习惯这一套赚钱 所以 是不是 因为我要修斥到要编列预算 所以我才规定大家要赤枪数 那个不是 我跟居用品行的老板讲好 我要检查草席 老板先进货 低价进 高价卖 然后全年有100个人都去买草席了 班长带去买 然后每个人交钱 或是钱给班长 班长帮忙买回来 100块 你要帮忙 所以最后才会有洪仲秋事件吧 难道他要再来一次吗 这样 靠这种方式赚钱的 那我是没有那个 狗运可以到新讯单位了 新讯单位你要送多少红包才能进去啊 那都有行情的 什么关东桥 宜兰的什么金六节 以前那种新讯单位赚翻了 那 四六分账赚 不是只有 你连长 拿到钱不少 那个老板在那个地方从 租的房子 三年之内一定盖洋房 自己从一楼盖到三楼一路盖 就是搞军用品啊就是我刚讲的 每一批新兵一来 先检查这个检查那个带出去买 新兵没别的怕被禁足钱最多 所以以前我碰到我们营长五十四级的 他就是 关东桥出来的 跟那个老板熟到他都已经从 连长当到营长了 每一次一回去打电话那个老板都还会请他去喝花酒 叫传播妹 蔡神爷 好这样子 所以 我们的国军能打仗吗 小到一个去用品行当连长也不过三位连长 当新讯中心的三位连长就可以算成 赚成这个地步老板跟你四右分仗 到当了营长还得了啊 一路当到老邱这个位置 那不是军备局跟中科院一天到晚 这边出事那边出事 习惯不改 所以你认为能打仗吗 国军就是因为太多的这种 贪官污吏东搞西搞才会 打败仗 那你不要讲别的啦 我们刚好讲到 Column Powell今天的 军事人才管理培养 人才的培养 你去看韩战 的片子 南韩的部队里面 什么军爱民进军 那个连长下奇怪的命令叫大家去送命 下面的兵马上就把连长干掉 他才不给你啰嗦 干掉之后跑到北韩去跟北韩投诚 这样子 变成北韩那边的 队长了 这样回过头来打南韩 然后呢 两边跑来跑去的都有 这不是国共内战的翻版 老蒋不要老毛要 跑到老毛那边 打老蒋 这个军阀 中央军 跑到 地方派系的军阀去 西北军 冯玉祥那边去 回过头来打老蒋 这个打来打去又 倒戈再倒过来倒过去这种 我们 看多了啦 历史上都有啦 这样子 所以你说怎么会军爱民民进军怎么进啊 那不是在搞同名状啊 大哥是对的 老邱是对的 这样子 所以 我们反而要更监督 越是因为台海有战事 危险 老美已经不相信你有战力了 我在驻美代表处的时候是老美不相信 我们有自我防卫的决心 林中斌才会去 美国国防部五角大家去跟 五角大家做简报还被人家 听说是 简报失败 我听讲的 我是承败人 听说我被轟出来 哈哈哈 详情怎么样可能要问林中斌 因为他被 喝斥的时候 被美国五角大家喝斥的时候 我就第一时间接到 听到听到 那个耳语就传出来了 所以我们应该反过来 为了避免 战事发生不管是 超限战还是传统战争 还是混合型的战争 以国防部目前无战力的做法 一定会跟北韩一样 下那种奇怪的命令叫大家去送死 结果被下面的人干掉 同学可以去看 很多韩国 演得非常好 我很喜欢看韩国演韩战的 那个片子 演的就跟我们国共内战那个真的是很像 你看历史懂就知道 那个连长莫名其妙跑来这边混之力的 因为 他们如果在 不管你是白马连还是什么连在 前线待过 打过北韩 跟北韩的北越朝鲜解放军打过就会升官了 很多人来过水 因为不了解战争而且天马行空 深圳在 前线跟 北韩朝鲜解放军的 作战过的知道 连长刚来的从后方刚派到这边来过水的 混之力的下那个死守奇怪的命令我们会全部被 搞到大家回不了家了 隔天那个连长就被干掉 国军也是一样 很多为什么我讲倒戈 各个在意都有倒戈的 带枪投靠的 跑到老公那边去了 这样 那个老公叫做起义 我们叫做叛 叫叛逃 或者是叫倒戈 都有啦 所以我们要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 就必须去监督 国军 不能有 下那种奇怪的命令吧 那是脑袋瓜不清楚吧 你再不监督他 那 不是 又变成国共内在历史重演了 倒戈的倒戈 下奇怪命令的连长被干掉了 西安四边又重演了 我们不能让历史重演我们才需要出来 七嘴八舌苦口婆心的讲吧 这样 这个回答有点久 16分钟 所以我们要敬爱 敬军 爱军 你要别人爱你你要有可爱之处 就像我之前看的拜官也死 有人去求官 不晓得是 民国初年的时候 好像有人去跟胡适 还是什么求官我不知道是不是胡适 说 人浮于世 表示这是一个人质的社会找工作不容易 我有一个侄子 他想 当 你们这边的所长 可不可以 他写一个 官说函 好像是给胡适我不知道是谁 胡适回的也很妙 他讲 所长必有所长 你有何所长可为所长 你要说服我 你搞一个扶不起的阿斗 让你扶不让强来干所长 你也要有点专长嘛能够干所长的专长 你讲不出 你有什么专长我怎么给你干所长吧 这个叫做 所长必有所长 你有何所长可干所长 我也很想问老邱啊 你有何所长可干所长 你不能说老子运气好啊 那下面人就会跟 韩战的电影一样 打北朝鲜军的时候还可以势均力敌 老共的 抗美援朝的部队来了 两边打的都已经 双方都已经残兵败将了 来了 去过水的那个连长搞不清楚状况 又叫大家死守 而不先再速性的撤退 等美军来 马上就被 排长跟副连长干掉 那个连长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不是被老共抗美援朝的部队打 打死 也不是被北朝鲜军 军队解放军打死的 是被自己 从你家人干掉的 这样 同学可以去看两三部很不错的 韩国演的 电影 就是专门讲1950年1951年 整个韩战的变化的那个电影 太像我们国共内战了 这样子 好 那他讲我也服过兵役 我们自己长时间是愿意从 15岁进军校我们也是一份子 我们也不愿意国军 一天到晚被家骂 那自己不争气 我们只有自己用内归来修理 尤其是老邱我讲过台面上这些人我熟的不得了 有些人跟我还 很熟很熟也有同学 同学都身中将了 我不会因为联俄次长 那个什么空军的什么东西 我不认识 他 犯错我就不讲他 我讲的更用力 这个才叫做监督 监督不是说我们俩很熟 我们就啊私底下 不是这样 越熟 罵那个越凶 越熟表示我越了解你 跟老邱一样 45级的老邱 我在你手里下待过我知道你胡搞虾搞脑袋空空三皮将军 我越要监督你才对啊这样子 免得我们大家一起倒霉 好希望我解答完了这个Roger Chang 个人看法 19分钟了我想 把它当成一个单元 不要再连续讲 不要再连续讲 因为我待会怕时间过长 我就先把这个解答当成一个单元 我的结论就是 越是民主国家 越要监督 国军 如果不监督国军 就会历史重演 国共内战 倒戈辩解 叛变来叛变去 把大陆搞丢了 的这种状况 因为 指挥干部 不知道自己在干嘛 本职权能太差 大家在那边啊搞一些 个人私利 自己人 玩自己人 一下严加班 一下技工的班底 一下严加班 一下老邱的啊自己在那边 自己胡搞瞎搞 他有没有任用私人我不知道 他儿子怎么从 情报干 像勤干班跑去驻土耳其 赞同土耳其 莫名其妙从 从情报局 跑到国外局去了 天理下 从来历史上没有这种调法 老邱你说服我啊 你说没有任用私人 我很想检查一下你儿子 升官发展 是怎么搞的 这样子 都不用唬烂啦 我这个当一个单元就好 所以 除非是共产国家 极权国家 否则是民主国家 一旦 国防外交立委私人的时候 本职权不足的时候 就当然有我们这一些 有军事专业背景的人 跳出来监督啊 否则国防预算 GDP的3%里面没有我们 大税义务人只要的钱吗 这样子我们当然要监督啊 国军没办法自己监督自己啊 军人也缴税没错 但是自己没办法监督自己 我们要监督啊 否则 一旦发生战争 老邱又下那种 三皮将军的命令 我们大家全部都挂 冰者国之大事 死身之地存亡不到 存亡之道不可不查 不可不查就是 不能丢的不管吧 这样子 我希望我讲完了我先把这个 上传结束好了 待会再来 呃接近11点的时候我再来录今天的 这个 Leadership sequence 分开 不要不要和在一起 同学有时候反应会 会觉得太乱了 我算解答这位Roger Chen 同学非常不错的问题 好感谢同学提问好我们待会再见 这边先做一个上传 好感谢